10分鐘之內快速學會 新手最頭痛最重痛的 上坡起步 現在騎蹦蹦蹦蹦蹦蹦開始騎 遇到一個斜坡的時候 我們準備要停車 不然你在停車的時候 也是一陣手忙腳亂 補一點點油門 找到一個半離合的地方 車子感覺快要衝出去 放渣車 盒子就上去了 這是一個我個人覺得 蠻好用的上坡起步的方式 但是你必須 克服你心裡面的心魔啊 Hai 大家好 我是肉咖小肉 今天我們來教大家 如果在10分鐘之內 快速學會重機或是擋車的 上坡起步 這個是新手最頭痛最重痛的 其中一個環節 那我們現在馬上就開始吧 帥的 當你在學上坡起步之前 我覺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先學會如何上坡停車 是不是有點顛覆大家的概念 就是說你實際在騎的時候 其實你遇到上坡起步之前 你會先遇到一個 也是很難的上坡停車 上坡停車到底哪裡難的 來 我找到一個石頭墊在這 模擬你在騎車的一個狀態 所以兩隻腳可以放上來 好 模擬在騎車的狀態 你在上坡快要停車的時候 你一定是先煞車嘛 然後車快停的時候 你就抓離合器了 那這時候 你的兩隻手是握在手把上 那腳呢 很多人可能這時候就趕快把腳放掉 好一隻腳去撐地板 可是這個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 最正確的煞車方式 其實應該是 你的右腳 右煞車 應該要使用到最後一刻 好 確定車子停下來 你的右腳才放下去 所以呢 最正確的應該是下你的左腳 當你車子這樣子騎騎騎 快要停的時候 你應該是前後煞車 都給他煞下去 然後車子快停下來 抓離合器 抓離合器 車子停了之後呢 先下左腳 車子停下來的時候 先下左腳 下完左腳呢 這時候 你右腳再放下來 好 右腳放下來之後呢 你的前煞車還是抓走 車子就不會往後滑 好 只要你前煞車抓著 你車子就不會往後滑 然後 這個時候你的左腳再上來 把他勾成空檔 然後你的左手就可以放掉 這個時候 你只需要你的右手 hold著煞車 基本上你在斜坡上面的時候呢 你的車子就不會往後 來 我們再講一次順序哦 現在騎 蹦蹦蹦蹦蹦蹦 開始騎 騎到 遇到一個斜坡的時候 我們準備要停車 好 這時候我們前後煞車一起下去 前後煞車一起下去 然後車子快停的時候呢 左手拉離合器 好 如果你不太確定 煞車的順序的時候呢 你可以先去看一下 我們叫煞車的這一集 那離合器拉下去的時候 車子就準備停了 這時候車子準備停下來的 一瞬間 應該要先下左腳 讓你的 後煞車使用到最後一刻 所以呢 車子快要停下來的那個時候 你就先下左腳 右腳再下 好 先左 再右 然後呢 左腳再上來 左腳再踏上來 是把它勾成空檔 你的左手離合器就可以放開了 好 就不會很痠 一直要拉著離合器 一直要拉著煞車 那只要你的右手前煞車 一直有抓著前煞車 你的車子在斜坡 就不會往後滑 所以這時候你就可以很安心 一隻手 有一隻手出力就好 或者是你覺得你手已經很痠了 這個時候你換腳踩著煞車 手放開 其實你的車也不會往後滑 因為這時候你的後煞車是有在作用的 再跟大家複習一次 找了一個石頭 墊在這邊 然後讓車子立的比較正一點 模擬在騎的樣子 那這時候我們在騎 遇到一個斜坡 準備要停車的時候 我們一定是先按前煞車跟踩後煞車 前後煞車一起煞下去 煞到車子快要停下來的時候 左手抓離合器 不然你會熄火 不然你會熄火 左手抓離合器 這時候車子已經完全快要停下來的時候 左腳下來 然後支撐你的車子 跟你身體的重量還有平衡 左腳下之後右腳才下 右腳下之後呢 左腳再上去 把它勾回空檔 勾回空檔之後 你的離合器再放開 這個時候你就只剩下右手的前煞車 有在作用 那你的車子就不會往後 這個就是上坡停車的一個順序 當你學上坡起步之前 你一定要先了解到 上坡停車大概是怎麼樣 不然你在停車的時候 也是一陣手忙腳亂 或者是 大家可能會上坡要停車 就所有的東西都亂七八糟 然後離合器也是抓著 煞車也是抓著 腳也是踩著 然後也都不知道 該下哪一隻腳該怎麼做 就會一個亂七八糟 好所以呢 我們再快速的講解一下 當你遇到上坡準備要停下來的時候 前後煞車先煞下去 前後煞車煞下去 車子的動力越來越少 好準備要停下來的時候 抓離合器 防止它熄火 抓離合器防止它熄火 可是這時候你還是在騎乘姿勢當中 左右腳都還是在踏板上面 好 前後煞車煞車 離合器也抓了 車子準備已經完全要停了 先下左腳 下了左腳之後呢 右腳再下 那這個時候你左腳再上來勾回空檔 離合器就可以放掉 那你只要煞車有按著 或者是你的腳煞車有踩著 放開右手 好這時候你的車子都不會往後溜 所以這個是一個上坡起步之前 要先學會的上坡停車 現在呢 我們要正式進入我們的主題 上坡起步 但是在實際示範之前呢 我們先一樣停在這裡 跟大家講解一下上坡起步的順序 不管你是習慣用腳踩後煞 或是手按前煞 你都一定要先入檔 對不對 如果我現在是 比方說雙腳放在地上 好 按著前煞車 現在開始準備要往前了 準備要上坡起步了 這個時候 我的順序是這樣 先拉離合器 你的前煞車是煞車的 各位 前煞車保持煞住的 離合器拉了之後 你就可以入檔了 好 因為你的雙腳在地上 所以呢 入檔踩下去 好 踩下去之後呢 你就把腳放下來 因為這個時候 我們要換成 右腳 含著煞車 注意 這邊是含著煞車 含著煞車 不是 直接給它踩到底 不是喔 你不要因為很緊張 你就直接大力踩到底 這邊是含著煞車 這樣的車不會 快速的往後溜 不會讓你感到很恐懼的往後溜 含著這個煞車就可以了 然後你已經入檔了 離合器也抓了 煞車也含住了 後煞車含住了 前煞車就可以放開 因為你的後煞車已經含住 然後呢 開始補一點點油門 補一點點油門的時候 偷住它的轉速 然後你的離合器才開始半離合 像起步一樣 回到起步的狀態 半離合 然後再慢慢的放出去 這時候你的油門都不要亂轉亂轉 因為你可能會聽到你的轉速變高 你就會很緊張 所以先補一點點油門 拉著離合器的時候 先補一點點油門 然後離合器慢慢放到半離合的狀態 確定車子開始有一點往前的感覺 好 只要你有一點點油門 你又是半離合的狀態 你的車子會有一點往前 要往前的一個感覺 好 快要往前的時候呢 你的右腳就可以放掉了 離合器已經把引擎的動力 銜接到後輪去了 所以這個時候你原本離合器是半離合 然後有補著油門的狀態 你的右腳就可以放掉 然後它車子就會自然的往前 好這就是順序喔 我們再複習一次 當你現在按著煞車 或是踩著煞車 不管這個時候順序應該是抓離合器 入檔 入檔之後呢 這隻腳再放下來回來 支撐你的車子跟你的重量 然後換成右腳 換成右腳 含住煞車 好不要踩死 含住煞車 那這時候呢 你的右手負責的前煞車 因為你的右腳已經有踩煞車 你就可以放掉了 好放掉之後呢 輕輕的補一點點油門 讓它有一點動力感覺 一點點就好 然後就固定住 手就固定住 好這個時候再換回來 到你的左邊 像我們交起步一樣 半離合的狀態 好只要你有補油門 你又是半離合的狀態的時候 其實你會感覺到你的車子 有一點要往前 因為它這個時候引擎的動力 已經因為你半離合 又有點補油門 它已經把動力傳到你的後輪了 那你會感覺到你的車子 快要有點往前的狀態的時候呢 這時候你的右腳 你的後煞車 就可以 把它輕輕的放開 然後你車子就會開始出去了 出去之後 有動力之後 你的離合器在全放 這時候你上坡就不會起火 好我們再總結跟大家複習一次 煞車壓著停車狀態 好開始要起步了 先拉離合器 入檔 然後把腳放下來 放下來支撐身體 換你的右腳 好這是一個重點喔 好這是一個重點 換你的右腳上來 彈住你的後煞車 那這時候呢 你的前煞車就可以放開 準備補一點點油門 好補一點點油門之後 你的離合器找到一個半離合點 你會感覺到車子 有點要往前出去的感覺 半離合點的時候 好你感覺車子有點要出去的時候呢 你的右腳 剛才含住了煞車 就可以輕輕的開始慢慢的放開 右腳輕輕的在放煞車的時候 你的離合器也可以 再慢慢的多放一點點 或是油門多吹一點點 這個沒台車不太一樣 可以自己感受一下 當你現在的動力 開始慢慢出來 你的煞車就慢慢放 慢慢放 然後放到一個點了之後呢 車子就會出去了 好這時候呢 你可能都還是在辦離合的狀態 所以不要 一下子就馬上又把離合器放掉 但車子出去了 一些有動力一些了 再慢慢的放掉離合器 那你的車子就不會熄火 所以呢 你的離合器不要抬快 就直接又放掉 好 這個就是上坡起步的順序 待會我們馬上在斜坡的地方 試給大家看 我們要開始教大家上坡起步 你看現在我只要 前煞車子要放掉的時候 車子就會這樣往後滑 好算是一個滿斜的坡了 滿斜的坡 只要放掉車子就會往後滑 好這時候呢 如果大家在路上遇到上坡起步的時候 千萬不要緊張 前煞車抓著 你的車子是不會往後的 好這時候呢 我們先抓離合器 入檔 抓離合器入檔之後呢 你的腳就放下來 換右腳上來 好右腳上來之後你看 我踩著煞車 這個時候 我的手是可以放開的 我的手是可以放開的 好那只要含住 不會往後滑就好 這個時候呢 補一點點油門 好你看聽到聲音變得不一樣 補一點點油門 然後找到半離合的地方 好 找到一個半離合的地方 車子感覺快要衝出去 放渣車 車子就上去了 好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再做一次 現在呢 是空檔的狀態 我把它回到空檔的狀態 好一樣 我手只要放煞車 車子就會往後滑 車子就會往後滑 這時候大家不要緊張 煞車一樣抓著 你的前煞車一樣抓著 左手拉離合器 右腳入檔 一檔完之後呢 把你的左腳放下來 然後換你的右腳上來 踩住後煞車 油門補一點點 好有一點點動力就好 然後呢 找到一個半離合 銜接點的地方 這時候車子有點往前 你的腳就可以開始放煞車了 好這時候車子出去才全放喔 車子出去離合器才全放 要注意一下車子出去離合器才全放 好那試一次給大家看 一樣回到一個空檔的狀態 比方說你現在剛才是停車準備要起步了 往前面是綠燈了 上坡綠燈了 或者是前面的車子原本堵住了 現在開始動了 你的前煞車是抓著的狀態 車子就不會往後溜 這個時候呢 左手拉離合器 左腳入檔 入了一檔之後呢 左腳就放下來 支撐你的車子跟你的身體的重量 換回到右腳的地方 踩住後煞車 然後你的前煞車就可以放掉 因為待會呢 準備就要補一點油門 這時候你的車子完全是靠你的腳 如果放掉車子就會往後滑 腳的煞車就踩住 但是不要踩到太死 補一點點油門 然後左邊的手 回到半離合的狀態 好回到半離合的狀態 你就發現車子有一點要衝出去了 這時候就放煞車 離合器還不要全放 車子動的時候離合器才全部放開 好這時候呢 你的車子就不會熄火 好我們再調頭做一次給大家看 空檔的狀態 好準備要起步的時候呢 前煞車先按著 這時候抓離合器 抓離合器之後呢 左腳入檔 左腳入檔之後 左腳放下來 支撐身體跟車子的重量 換回到右腳的地方 踩住後煞車 手就可以放開 準備補一點油門 補一點油門之後 回去找半離合點 你會發現車子要衝出去 這時候你就放 右邊的煞車 車子出去離合器才全放 然後這時候再放離合器 好就不會有問題 接下來呢 我要教大家一個比較進階一點 但是是小肉我自己比較常用的 方式 其實呢 就是當你入完檔之後呢 離合器放的時候 你就大膽的去補油 讓你的動力去代替你的煞車 都是用前煞車去按 比方說我現在抓離合器 入檔 然後我的腳都一直放在地上了 現在是前煞車 hold住 那這時候呢 我只要放前煞車 他就要往後 可是呢 我就直接 用這樣的方式去起步 齁 我就直接用動力代替煞車 這個是要在你比較熟的狀態下 你再用這個方式 因為呢 當你放前煞車的時候 車子就會往後滑 好 我再試一次 來 空擋的狀態 前煞車拉著 好 只用前煞車 抓離合器 左腳入檔之後一樣放回來 然後呢 放煞車的一瞬間 就補油門這樣子 這邊一樣是放離合器 放煞車放離合器 然後補油門 三個動作是一起的 放煞車放離合器補油門 三個動作是一起的 我們來試一下看看 好 這樣子 放煞車放離合器補油門 車子就上來 好 我再試一次 當我現在沒有煞車的時候 車子是往後滑的狀態 這個時候呢 我就一樣 現在說的比較進階的方式 三個一起 放煞車的時候就補油門 然後順便放離合器 好 那它就會長這樣子 大家看一下 一瞬間一起 我待會用慢動作放給大家看 車子就往前了 好 就算在這種很陡的坡 你也可以用這個 只要你比較熟悉 你的油門跟離合器 你就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好 車子就直接往前 你的腳就直接上來 就不用再踩煞車等等之類的 這是一個我個人覺得蠻好用的 上坡起步的方式 但是你必須 克服你心裡面的心魔 因為它會有一瞬間稍微有一點點往後 稍微有一點點往後 就是你放煞車的 跟補油門動力出來的中間的那一瞬間 稍微車子會有一點往後 所以你只要克服你心裡面這個心魔的話 基本上這個上坡起步 就會是更方便的上坡起步 你更容易去達到上坡起步 快速出發的一個方式 那這就是今天分享給大家的上坡起步 希望對大家有用 好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你的朋友 這裡是肉腳愛騎車 我是小肉 下次見大家帥的 最後的最後 如果你有任何新手相關的騎檔車問題 或是騎重機問題 或是你想看肉腳拍哪些 跟新手騎檔車 新手騎重機相關的影片的話 都歡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最後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這裡是肉腳愛騎車 我是小肉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帥